新加坡交易所的证券市场今天近中午时分 因为技术故障而暂停交易 到闭市之前都没有恢复交易 而交易所对暂停交易造成的不便表示道歉 金融管理局表示正密切观察情况 来看记者薛书惠的报道 新加坡交易所发布文告表示 证券市场的交易确认讯息 在上午出现重复现象 为解决问题并做出调整 交易所在上午11点38分暂停交易 暂停期间投资者仍可以下单 取消或修改订单 交易所曾尝试在下午2点和4点 恢复交易 但因修复工作无法及时完成 最终宣布星期四不恢复交易 交易所也表示 星期四的交易并没有重复 市场交易情况也正常 以下的订单也会维持 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受访时表示 类似情况在国外交易所也时有发生 目前造成技术故障的原因不明 金融管理局表示 据他们了解交易所正在同受影响会员 携手解决问题 新加坡交易所过去两年 曾四度发生交易系统故障 新闯媒新闻记者薛书惠报道